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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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门 我的朋友就看到了一个裸男全裸 意思不裸就在里面 好在我的朋友是个男生 不然的话 天哪 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 而且他经常会带不同的人回家 这是因为我太穷了 不然我一定会换房子的 之前的一个室友 现在的还好 之前有一个我正在看电脑 坐着坐着饭突然过来说 你借我你帽子用一下 我说干嘛 我说我做饭啊 我说你不是有帽子干嘛戴我的 然后他说 我的帽子不能搭油烟 不能沾油烟的 然后我就 我还有一个室友 之前的 住我隔壁嘛 他一个人呢 不会做饭 然后就去买外卖吃嘛 然后吃完之后就放床底下 三个月不打扫的 床那个地上 那个硬币粘在地上都扣不下来 后我们家被盗过一次 我东西是丢了不是太多吧 他的房间 门都没开 可能是那个小偷心理上都过不去 那个卡都不想进去了 从门外就可以闻出一足味道 对啊 然后他的房间里边有那个香水啊 包包啊之类的 他是做代购的嘛 罗舍制品 都没被盗 哇去 受不了 有 有 有 太多了 他有男朋友嘛 然后他男朋友是别的城市的 大概十天半个月就会来我们家住 我跟他是住一个房间 就房间又特别小 然后两张床也隔得特别近那种 他男朋友就来我们家一住就是住个四五天这样 你们怎么睡在一起呢 床很小嘛 睡不下 然后他男朋友就是把厨房子凳子扳拐拼在床旁边 就这样 两个人就这样睡 每天晚上就要逼自己早睡 早睡 他们在旁边那张床上面 干什么我就不可描述的事情 前我在Denangano租房子的时候 就租到了一个中国人的房子 他一开始就跟我说 那个我们这边环境什么都很好 因为很着急嘛 然后我当时就住进去了 住进去之后 他女朋友明显感觉到他好像有点不对劲 跟他炸大吵大闹 还让我搬走 结果在我准备搬走的那一天 他跟我说 昨天我女朋友的事情对不起啊 他说我们聊一聊吧 我就说好 那就聊了 结果他就把我引到他房间去 刚刚说那我们聊吧 他就一只手伸过来揽着我的腰 把我摁到那个沙发上 然后吓得我 后来就说我说我要跟我妈妈视频 我马上就要走了再见 然后就跑掉了 他还伴了我一脚 我还在房间摔跤了 跟房东一起住问题超级多 房东他有一个儿子 住的时候是说包WiFi的 后来他儿子三天改一次WiFi密码 三天改一次WiFi密码 超可怕 还有也是跟房东合租的事情 因为是一对夫妻 然后女房东回国了 男房东超可怕 在家里面烧挂丽 烧纸 还烧那种什么牛奶纸瓶 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回家 门锁着不让我们回家 然后我们打电话给他 打了十几个 然后我们两个女生关在外面 他们也不回 门窗全锁平时都不会关掉的 第二天回家就是一股烧焦的味道 桌上还被烧了一个很大的洞 我们后来是又跟房东说 你这样我们太害怕了 我们想要退 他们说这不是他自己的问题 不给我们换房子 后来我们强行的撕逼了 千万不要跟房东一起住 跟你室友之间有什么奇葩的事情吗 还好 个个大家都比较包容一下就好了 意大利人是他们觉得我们期盼 不是我们觉得他们期盼 早上吃早餐嘛 我们爱吃面啊 吃一些粥啊 他们觉得完全不能接受 他们觉得早餐吃咸的或者是辣的东西 简直就是侮辱了生活 那个室友就是大概给我列了四十多条规矩 要叫我什么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 然后要保持家里干净啊 然后厕所一滴水不能有啊 刚吃完饭要马上洗碗啊 其实刚煮完饭就要马上洗碗那一种 就很奇怪 当然有啊 比如说有一次 然后我让一个室友去拖地 打开门的时候 发现满屋子就跟水渠一样 我说你有拖吗 他说当然啊 我拖完了 然后都是水 对啊 全都是水就跟游泳池一样 我以前和别人合租的时候 如果两个人性格不合 其实矛盾挺大的 因为有些小事可能就会演发成很大的矛盾 比如说早上起个床 两人时间不一样 闹零一条 那个人可能就会发火了 所以其实一个人住更方便 但是这里房租确实高 所以如果那两个人当然是更好 室友之间特别好笑 就是平时大家都是看到你的时候 都化好妆吧 各方便的 然后私底下生活就比较邋遢后乱 也挺逗的 制付宝 华人支付新方式 现在可到苹果Apple Store Google Play商店下载哦 请大家关注意大利威视传媒的 威虎私访吧 搓 搓搓搓搓 搓 请问你需要打马赛克吗 是马赛克三个字吗 对 可以啊 OK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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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